《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昨天有一股東北高下風抵達了環南河岸地區 如果你們今早住在新界的話 都會感覺到一些秋意 如果看回今早各區的最低氣溫 市區就有26至27度左右 不過新界一些地方 例如打鼓嶺和將軍澳就比較低一些 剩下23至24度 昨天香港受到一些咒语的影響 如果今早從學長看出來 可以看到仍然有些雲層 不過雲層之間也有些納粒 我們預計今早短暫時也會有些陽光 接著可以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看到河岸地區雖然有些雲層 但整體來說這些雲層也不是太厚實 如果加上天氣圖就可以看到 河岸地區今日來講都是受著東北季後風所影響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菲律賓附近 就是一個比較明顯的雲層 這個就是熱帶低氣壓彩虹 彩虹現在正在橫過雷宋 如果你看回預測的路徑就可以看到 彩虹我們預計今天就會進入南海 而且在未來那兩三天就會橫過南海的北部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預計彩虹會逐漸增強 在季後風和彩虹的影響之下 我們預計在週末和下星期初 南海北部和華南河岸地區的風勢都會頗大 而且在海面會有湧浪 除了風浪會比較大之外 如果看回電腦的雲雨雨背 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明顯的雨區 在未來這兩三天都會靠近華南河岸地區 到時我們偶爾就會有些大雨 提醒大家 如果未來兩三天大家安排了一些戶外活動的話 記得留意天氣的變化 接著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的預測會是大致多雲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30度 稍後就會有幾陣的趙雨 風格方面就會吹和緩的東北風 稍後就會是風勢清靜 只不過我方面 在東北季後風和熱帶氣旋彩虹的共同影響之下 我們預計的未來兩三天風勢會頗大 偶爾會有大雨 而且海面會有湧浪 大家就要留意這個變化了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下次見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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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谢谢观看